香港好 沒有心情 嗨嗨,我是Billy 我是Billy姐姐嗨 我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啊 我升起了兩個專案 一個是那個IF的投稿 還有另外一個是TFP 然後,我兩個都沒有上 就是去年那個同婚公投之前的那個宣傳的音樂會 然後Keyba現在回美國工作了 他人很好 他就那個那天演唱會結束之後 就跟我一起在我家早餐店 然後我們把IF交出去 然後這個沒有上之後 後來我PFB也收到了結果 因為國公跟我說如果我要以OCF的名義出去 就是事實上因為Julymy都是專愛 可是PFB是一個NGO的交換計劃 所以你要能夠符合這個計劃的最基本的條件 是你要有在NGO工作的資格 那Kovac本身是不能夠以這個計劃輕鬆的交換出去 所以當時就是請OCF幫忙 然後他有幾個比較主要的主題 比如說你可能是法律背景 或者是環境 環境議題 生態 還有人權團體 行程費 過去好像大概是這些團體 這些背景組織可以放人出去 然後因為它是屬於交換計劃 所以必須要這邊有人派過去之後 那邊可能會有人派過來 那每一年不太一樣 因為有可能就是台灣有人過去了 但是那邊剛好沒有人申請 所以那邊沒有人來到台灣 但無論如何 因為它是屬於交換計劃 所以它需要NGO裡面會有一個名額的限制 那如果說 伯鳳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我有沒有上 他都希望我可以把這個經驗帶回來給社群分享 所以我就要來這裡報告 然後這個是拒絕性 就是 如果大家上的話 應該不會知道這封信 那因為它屬於就是NGO的計劃嘛 那限制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那有一些基本的資格 比如說 喔!新一季的開始接受報名了 所以大家歡迎看完這個之後趕快去投稿 我上次也是時間很趕就交出去 因為它好像每一次開報時間都沒有很長 然後這3月30號美國的時間 所以大概台灣4月1號就結束了 那大家如果想要申請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一次的計劃 有一個年齡的限制 大概有25歲到40歲的人之間 然後就是 它是中美關係的那個部門 所以它只服務就是中國、香港跟台灣的NGO的領導者 然後它有限制說 你要能夠在那個NGO裡面認職滿兩年以上 那我當時就是用COLFAC 它可能做了兩年以上了之後 然後以OCF Consultant的身份 做那個社區營造 我報的主題是社區營造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限制就是 你要曾經在在美國的期間少於3個月 所以如果你交換過或者在那邊遊學過 可能就不適合你這個計劃 它想要把人盡量限制在這個國外 就是美國以外的國家 然後為當地就是長期耕耘 也不長期耕耘 就是有付出 但是缺乏就是國外生活經驗的這群人 然後它會在國外大概一個多月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申請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計劃 會需要準備履歷三封推薦信 一拍有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非常謝謝一拍 然後還有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你裡面要寫說 你在國外你需要做什麼 然後你會回來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報告 你會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產出 告訴你說你在國外你希望可以學到什麼 然後他們是那個連結 我都把網路拿到這裡一起看 然後這是我後來interview收到的題目 就是題目一樣是問問就是說 你們的專業都在幹嘛 然後你想要在美國做什麼 然後我解釋了很長久的OCF跟W0跟Code5的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一點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你們的錢從哪裡來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Code5拿過了拿過了Brand 他說那你們這個Brand很長久嗎 我說沒有Brand只有拿過一起 他說那你還有錢嗎 有啊 因為我們都不執行 所以我們錢還很多 他說那你就不算NGO啊 然後後來他給我提到最大的疑問 我沒有辦法回答 就是說 可是你這樣的人講 我不知道送你去哪裡交換 我本來的目標是因為 我想要做我愛家我姐過的那個專案 那我的目標就是LGBT支持的相關的組織 比如像LA有一個組織 還有或有其他教育的教育的機構 但沒有辦法 因為他找不到的地方 他們好像有固定的 你會先對NGO之間 彼此有一些了解 所以就有辦法 好 當然希望大家來跟我們一起做這個 謝謝 好 那今天下午的短講就到這邊了 那等一下就是 五點整開始成功報告 所以如果大家要的話 現在就可以先填寫你的成功報告的時間